欢迎来到天下文化Podcast,我是好序列好哥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棒的书 这本书叫做《漫步华尔街》 它的副标题叫做《超越股市涨跌的成功投资策略》 很棒的这本书呢,已经是50周年的征定版了 作者是莫基尔 其实说到跟这本书的渊源 好哥大概在十多年前就看过这本书 而且对我影响非常大 坦白讲的话,就像他这个封面上的这句话 他这本书主要是帮助我们了解股市、基金 还有ETF跟加密货币等当代投资工具的最佳投资书 帮助投资人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呢 能够安心稳健、持续地获利 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点怀疑 奇怪,这不是50多年前的书吗 怎么会提到ETF跟加密货币呢 50多年前这两个东西还没有出现呢 所以大家知道,很多的时候真正的好书 他真正关注的从来不是工具本身 而是他底层的思维逻辑 用一句话来讲 我觉得这个作者莫基尔 在50多年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市场是随机的 在随机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 而要预期 大家听到这个预测跟预期 有没有想到好哥之前说的那本书 叫《易如既往》 包含这个莫根豪斯人说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未来在什么时间点呢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有些趋势我们是可以预见的 这个叫做预期 所以说其实这本书呢 我觉得不是只在告诉大家 怎么去选择投资工具 而是在选择投资的工具过程当中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跟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赚得多赔得少 事实上这本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说了一个非常棒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我在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人们犯的错误 跟人们曾经走过的路 历史是这么样的相似 他话说在1593年的时候 大概16世纪 有个植物学家呢 他把郁金香 从维也纳带到了荷兰 那那个时候 其实郁金香在荷兰呢 就是一个植物嘛 大家基本上也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 但是一带进来之后 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 这个很有趣啊 坦白讲一有喜欢的时候 这个需求就上来了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我们所有的价格 是不是跟成本相关呢 说句老实话 跟成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跟你的需求相关的 所有东西都是物以稀为贵 当你喜欢的时候 基本上就算你不需要 但是大家都需要 你跟着这个需要走 所以价格会起来 所以很有趣 这个郁金香一到了荷兰之后呢 就大家争相走告 哇这玩意儿真漂亮 好漂亮好漂亮 更有趣的事情是 漂亮的过程当中 还突然发现了 这个郁金香会产生病变 你说病变不是不好吗 不是不好 他这病变的过程当中呢 既然让他的这个金啊 因为郁金香就跟这个洋葱一样 他的金叫做林金 林呢就是这个鱼林的林 金呢就是这个根金叶的金 变成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争相走告说 哇这郁金香的林金很漂亮 没想到一个病变的东西 像突变一样 反而让大家物以稀为贵 然后变成了市场上面 争相抢夺的这样的一种物种 所以就像这样子争相走告之后 就跟我们这个一般市场上面 想要去买这种稀缺的资源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个郁金香的价钱就一路飙高 一路飙高 很夸张 在30年多的这个时期光里面 大概标高的程度高达了好几十倍 甚至很多的这个人呢 拿着土地拿着资产呢 就是为了去换郁金香 其实坦白讲底层逻辑很简单 希望能够赚钱嘛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第二次再看才发现 哇原来郁金香在那个时候 荷兰还创建了一个 我们在资本市场里面讲的选择权 因为很多人他没有钱 他希望说未来如果 这个郁金香可以涨价的话 可以用比较一个小小的合约金 比如说20块钱去买个权利 买个权利呢 就是假设今天 这个郁金香从80块 涨到100块的时候 他可以用80块去买 去额外赚这个价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 包含好哥刚刚在讲这个 没有办法预测 要预期 而且还帮你选择权这件事情 也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本书很类似 叫做黑天鹅的投资大师们 你没有办法预测 到底意外事件什么时候来 但是你可以预期将来一定会有意外事件的时候 你就会把这个选择权当成是一个 让我有选择权利 但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 我就不买 所以其实就一个 我们讲金融市场的工具来看的话 它是对的 但最重要的工具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最重要的关键是 郁金香我不需要 而且像所有的需求 它都是一个被炒出来的需求 果不其然 在1637年的时候 2月突然之间大雪崩 随便全部崩盘 然后一崩盘之下 因为当时这个郁金香本来已经是国家 非常重要的财政支出跟财政来源了 所以连国家都想要救世 但是人们的预期心理 一旦基本上被打垮之后 就没有办法复回了 所以这郁金香就变成是 在历史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个 跟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 需求完全无关的一种产品 结果造成了很多人倾家荡产 基本上一下报复 一下倾家荡产 所以莫基尔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那个时候是50多年前讲 可是回到我们现在 包含2008年 我们金融海啸 包含我们在整个50年过程当中 碰到了各种不同的战争也好 COVID-19也好 都是未预见的事件 而这些未预见的事件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预测 当成是我们投资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的话 哇 你可能会很失望 所以说这本书呢 它叫做漫步华尔街 这个漫步华尔街 其实包含了它书名之外的意思 还有底层的这个投资逻辑 就在这个书名里面 第一个华尔街 我们想到就是投资 想要投资 那为什么叫漫步呢 它的整本书 它就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像好哥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莫基尔就告诉大家说 市场是随机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呢 既然是随机的 你就不要单独投资 各股而已 你最好是有多样化的组合 可以把这个随机的风险呢 基本上降到最低 而第三个 什么叫做随机的投资呢 简单讲就是定期投资 购买指数基金 那接下来好哥就把这三个主要的重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什么叫做市场是随机的 通常而言的话 大家在心目当中 如果一讲到投资 以股票来去看的话 大家就有两种不同的分析 一种叫技术型的分析 一种叫基本面的分析 什么叫做技术型的分析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认为历史的股价 基本上过去可以代表未来 所以你可以针对过去呢 它这个趋势呢 去预测未来的趋势 所有现行都是这样子 当然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了 在整个预测的过程当中 10%的股价呢 可能是决策是有逻辑的 但是90%呢 会取决于大众的心理预期 所以说坦白讲 不管是逻辑也好 或是预期也好 像这两个加起来呢 就形成了股票的走势 所以呢 这些技术型分析 就认为说 哎呀 股价的预测呢 透过过去的趋势分析 应该大差不差 因为第一个 逻辑就逻辑嘛 逻辑就可以预测嘛 第二个 人们的心理呢 所有的预期呢 应该也是可以预测 大家都这样做 那未来呢 可能也会就这样做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技术型分析呢 其实在整个投资的领域里面 也算是一个主流 但重点就来了 有人基本上相信 那有人就要看看说 他是不是值得 经得去考验呢 所以这个美国学者 就曾经做过了一个 实验跟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所有的交易所 所有的美国证券交易所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它的股价 结果发现了 你说可以验证 可是发现过去的股价 根本没有办法 准确预测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讲说 所有的科学或统计 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叫可证伪性 就是可以确定说 它这是可行的 你这方法论 才可以让大家说 我可以依照这个方法 去得到我的结果 如果说我去验证了 过去的历史资料 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的话 坦白讲 这个技术型分析的话 就让人存疑了 然后事实上的莫吉尔 还不死心 这个就是专家做的归专家 然后市场上数据归数据 他想要自己去做一下实验 我觉得科学家就有这样的验证的精神 不管说是社会性科学 或者是自然性科学 其实做实验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上面 他的这种验证 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 他有一次呢 就找他这个学生来 干嘛 就是给大家50块的本金 就当作是 我要去投资50块本金 然后丢硬币 硬币大家知道吧 硬币随机的 这个正面50% 这个背面50% 那每丢一次呢 就代表说 我涨0.5块 涨5毛钱 那如果是反面的话呢 就跌5毛钱 然后就持续把丢啊 这个记啊 丢啊记啊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从这50块的本金 然后涨涨跌跌跌跌 涨涨的话 你就有一个趋势线嘛 然后这莫吉尔很有趣 就把这个 就是丢了半天的直印币的结果 涨5毛 这个跌5毛 涨5毛 跌5毛呢 拿给一个 这个股市投资的分析专家一看 殊不知这股市专家 一看到线形图之后 就大为击赏 跟这个莫吉尔说 哇 这是哪家公司的股票啊 这个线形图 太漂亮了 根据这个线形图 预测 我要赶快给它买进 下一周 一定会涨15个点 哇 这莫吉尔听完就乐坏了 他说真的 人们基本上的判断啊 坦白讲 有的时候很容易失真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我们看起来是随机的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呢 当他看了历史数据的时候 他会以为他是趋势的 而不过 当我们真正知道 他的底层逻辑随机的时候 你就不会随大溜 甚至他那个时候还讲 这个在一次事业大战 二次事业大战的时候 还有一个叫裙摆指数 什么叫裙摆指数 就是看这个女孩 穿在街上的 民主群的长短 决定说 她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 就是你人就知道 就是如果当你想要去赚钱的时候 明明你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方式是不对 但是大家都随大溜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他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说技术分析 它的本质是用过去预测未来 但是我们拿了过去的资料 发现他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甚至我们用随机的方式 结果呢会被大家认为 是可以预测趋势的时候 坦白讲 这个技术分析的本质假设呢 就不成立了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莫基尔在定义 这个技术型分析 它本质上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的一个假说 那除了技术型分析之外 大家可能最常听到就基本面分析了 基本面分析 不管是查理芒格也好 巴菲特也好 甚至彼得林奇也好 甚至格拉罕也好 都讲价值投资 这公司到底好不好 这种可以看吧 对不对 然后这莫基尔就说了 这个所有的假设呢 本质上面是说 如果未来公司的经营好坏 跟过去相关的话 那我们预测公司的经营分析 它的股价就很有道理 可是重点来了 这个有一次呢 20世纪90年代初 一样做实验 华尔街日报 这家非常知名的投资报纸呢 干嘛 搞了一个直飞标比赛 这直飞标比赛 跟刚才这个直硬币很类似 它怎么做呢 找了四个专业投资人去选股 选股各选一只股 然后呢PK什么 PK有人呢 拿着四只飞标 在一堆的这股票里面 就是乱射 也射中四只 结果去针对这四个专业经理人 跟PK这个直飞标出来 选出来的四只股票 看他们经营技巧 经过一段时间如何 结果竟然不分上下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你随机选出来的东西 跟专业选出来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 大家有没有发现 随机两个字又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 他说高盛银行 Gormsax 他曾经说 在这个我们21世纪初的 只有泡沫 互联网泡沫之前说 互联网不存在长期的风险 大家有机会去听好歌 那本雪球的书 在一开始 这个巴菲特说的时候 也一模一样 他就说互联网这个东西 他不懂之外 他认为是有泡沫的 就大家都不相信 结果才刚说完 高盛说 互联网不存在长期的风险 大家可以投资没事 才刚说完 互联网的泡沫就来了 立刻被打脸 那你说奇怪 这基本面分析不准吗 不是不准 重要的还是一件事情 过去不代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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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是你讲三次 尤其他里面提到 三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底层逻辑 大家听听看 第一个管理层 他可能因为失职的不作为 造成公司原来看起来很好 结果突然不见了 举个最简单的 大家如果还记忆犹新的话 也蛮多年 叫安隆岸 安隆岸基本上是非常好的公司 但你不知道管理层 基本上他弄虚作假 如果他的报表都是假的 他刻意要欺骗你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时候你做了基本面分析 如果没有还到实际去调查 如果你没有内线的话 你很容易就被蒙骗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竞争力的新产品问世 你拼命做自己的事情 埋头苦干 但你怎么知道 有更好更棒的东西出来呢 这个也是最近好哥看的一部片 我到处推荐给别人 这部片叫做黑莓机 黑莓机这个电影 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就是这个CEO 他本身是RD出来的 他把这个黑莓机推上市之后 这个风行草演 包含好哥那时候在大陆的时候 人手一个黑莓机 基本上就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 可是当2007年 iPhone推出他这个第一款的iPhone的时候 所有黑莓机人聚在大厅里面 那个电影这个画面 就是感觉上就是非常鲜明 聚在这个黑莓机 他们公司的大厅里面 看着电视里面的这个贾博斯 在做产品发布会 在做产品发布会的时候 把这个iPhone一拿出来 一个案件都没有 大家有机会去看到黑莓机的这个图片 黑莓机上面一堆的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CEO 黑莓机的CEO说了一句话 他说 谁会用一个完全没有案件的手机呢 大家去想一下这样的感觉 我们这个后见之明 事过境迁 经过了将近快20年了 现在谁还用有案件的手机呢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 坦白说 这个新技术一旦出来之后 很多的时候 它是用断崖式的方式 把你给驱逐出境的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降维式的打击 所以你公司就算很好 但是个新产品出来 它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还更满足了消费者心中的渴望 这个坦白讲的话 是一下之间 你这公司再好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常讲说 在商业创新的领域里面 产品是满足需求的载体 需求是满足欲望的载体 甚至以前我们在创投讲说 真正的研发是要打穿需求 直达欲望的 而当你打穿需求直达欲望的时候 谁越靠近欲望 他基本上呢 就是谁得的王牌 所以得欲望者得天下 这是第二个 很有竞争力的新产品问世的时候 你公司基本面可能一下就不见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重大人为或意外灾害 这个基本上我们大家就很清楚了 尤其在这个新冠疫情 跟这个恶物战争的时候 这疫情一来全部都lock down 如果今天是实体商店 或实体的这个消费者的话 全部都清空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 像Zoom啊 这种线上的这个产品 就变得非常非常棒 所以依照这样的一个 对技术性分析跟基本面分析 他的假说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之后 你知道说 哎呀 原来市场是随机的 所以市场是随机的话 我们想要去透过这样子 去预测随机这件事情的话 就不靠谱 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市场是随机的 这件事情呢 我们先认识到 那第二个 那个莫吉尔就说了 既然是随机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随机呢 很简单 就用多样化的组合 去降低这种随机风险 他这里面也说了 虽然说技术性分析跟基本面分析呢 感觉它不是完全靠谱 但也并不是一无可取 比如说像大众心理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趋势 大家都看高 他可能就看高 大家都看低 他就可能看低 另外呢 针对基本面分析的话 去理解 包含这家公司和包含产业的趋势 也有它必要性的 可是问题是说 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随机的问题 那该怎么做呢 就多样化嘛 就大家都买嘛 大家都买的话 就降低我们这个随机的风险 说到这边 大家可能问说 什么叫做都买呢 他书里面举了一个非常棒的例子 他要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小岛上面 有两家公司 一家呢 是饭店 一家是雨伞 那你基本上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天气晴的时候 饭店很好 下雨天的时候 雨伞很好 这两个厂商呢 基本上针对天气 有不同的期待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投资人 你到底要投资饭店 投资雨伞呢 很重要的关键是 你没有办法预测天气啊 对不对 你既然没有办法预测天气 但是你可以预期 天气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话 那坦白讲 这件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都买嘛 假设今天饭店 它在晴天的时候是赚50% 雨天是赔25% 那这个卖伞的呢 是天气雨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赚50% 晴天的时候赔25% 那你如果把这一半的钱投资饭店 一半的钱投资闪店 简单来讲啊 你就不会说单投资一家饭店 或单投资一家卖闪的地方的话 你要高高起伏的 一下子赚50% 一下子跌25% 你就把它锁定了 就饭店呢 跟雨伞都买 简单讲 就是你平均赚的话呢 就都是50% 平均赔的话都是25% 你如果今天是下雨天的话 下雨天啊 雨伞赚50% 但是饭店呢 赔25% 所以你就赚25% 如果是晴天的话呢 饭店赚25% 雨伞赔25% 你还是赚25%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你各投一半 所以你从25呢 除以50% 所以你的报酬率 就是12.5% 简单讲 就是把你的报酬给锁定了 所以这种锁定的方式啊 就是我们后来常常听到的 多样化的组合 也就是投资组合 然后他们市场也做一些实验 你说好哥 这种多样化组合 到底要投几支啊 他也不会说 讲几下全部都投 因为在50年前呢 我还没有这种指数型的基金嘛 所以你可以分散投资 差不多到50只股票啊 就比投单一只的股票 降低风险达60%了 如果你再投多一点的话 也没差 所以多样化的投资呢 是避免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什么关键呢 非理性的行为 什么叫非理性的行为 包含我们像行为经济学讲的 损失厌恶啦 沉默成本啦 羊群效应啦 所以羊群效应的话 大白话讲 就是别人怎么做 就跟着怎么做 就是跟风 随大溜 事实上他在书里面 还特别提到的故事 有一次在20世纪 50年代的时候 心理学家 叫索罗门阿什 他做了一个实验 找了七个实验者 然后问这七个实验者 那个非常简单 连小孩子啊 都不会答出了问题 但是呢 他做了一个陷阱 在这七个人里面呢 特别安排六个人 都是假的 什么叫假的呢 都给错的答案 看看那个第七个实验者 会说对还说错 结果几乎一面倒的 那个第七个啊 不知道这个陷阱人啊 都跟着那六个呢 刻意说错的 说错了答案 而这个实验呢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如果说我们一般人 大部分都会犯这种错误 专家会不会犯呢 会 专家也是人 这个就叫做羊群效应 而且 坦白讲 一些专业投资人 他也没有办法掌握 所有的资讯 所以如果当市场的讯息 反映出来 好多投资人 都给出一些偏离他 正确判断的资讯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怀疑 这些人的判断 是正确还错误的 他可能会怀疑说 是不是我看的不够广 不够深 不够多 所以一不小心 就随波逐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简单的方式 就干脆直接 投资多一点点 把这些呢 随机的风险 直接给掩盖掉 所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多样化的组合 可以避免市场的波动 造成我们这些投资人 非理性的操作行为 好 那我们讲完了 第一个市场是随机的 那第二个多样化组合 那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去投资呢 这就是书明讲的了 漫步 随机漫步的投资法 而他所我的关键呢 只有一句话 就是定期投资 购买指数基金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核心关键字 一个叫定期投资 一个叫做指数基金 什么叫做定期投资呢 就有规律的长期购买 大家有的时候 就是直接不断的定投嘛 每个月投三千 每个月投五千 这个就是他讲的定期投资 你看 莫基尔在50多年前 就已经建议大将做了 不是一次性的购买呢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 因为他假设有三个 第一个 就是价格上涨这件事情 代表指数 他会跟着大盘 他一定会持续不断的成长 所以说我们想想看 这个在过去四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间 股票的点数持续往上涨 并不是他每一只股票 涨得很多 而是厂家越来越多 所有的公司越来越多的话 代表所有的大盘呢 它的生产力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 它的大盘是持续不断往上涨的 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是越来越高的话 那它价格上涨的话 基本上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就是合理的 第二个 风险降低 为什么风险降低 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今天是多样化的组合的话 今天雨天 你可以赚雨天的 晴天 你可以赚晴天的 就任何随机的方式呢 你都可以分一杯羹 所以你就不把随机当成随机了 而如果你要预测随机 你又预测不了 但是你可以预期 所有的随机都会发生 而你透过这样多样的化组合 把所有随机都放进去了 坦白讲 这个时候呢 你风险自然就低了 那第三个就要报酬稳定 因为坦白讲 定期投资 有趣的这件事情 就是当股价比较跌的时候 因为钱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买的这个股份呢 或者是这个股票的额度呢 就可以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这个股 这个指数是往上涨的时候 你价钱投资也是一样的话 你就买少一点 所以价钱涨的时候买少一点 价钱跌的时候你买多一点 那平均起来的话呢 它又是整个生产力往上提升的 所以长期呢 就可以让报酬 它不会大起大落 也会比较稳定 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这边讲的 随机漫步的投资法的时候 就像好哥一开始说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可以投资预期 所以所有的这个漫步投资法 或随机漫步投资法 定期投资来购买指数基金 这件事情呢 它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透过持续不断的 长期购买 而不是一次性的购买 去降低我们投资的风险之外 还可以透过多样化的组合 让我们的报酬能够持续不断的稳定 所以简单来讲 用一段结论来跟大家分享 就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股价何时会受到未来重大事件的影响 就像之前 这个黑听儿的投资大师们 他就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重大事件 但是可以预期 但是可以预期 未来一定会有重大事件 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 公司基本面会碰上什么样的挑战 但是我们可以预期 预期什么呢 第一个市场的生产力是持续增加的 而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呢 是可以降低风险的 所以如果市场生产力是持续增加的话 我就持续买进就好了 就要长期购买就好了 那多样化的组合是可以降低风险的话 指数基金 大盘指数 基本上就是靠谱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进去投资 它是跟着市场生产力走 而指数基金呢 是多样化组合的典范 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上面 非常重要的关键 也是默契要提醒大家的 因为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就发觉 随机漫步投资 好像不是很刺激 不是这么可以跟别人炫耀讲说 我买哪只标股 赚了多少钱 但是很重要的关键 你到底是要炫耀 还是要挣钱 所以说 好哥给这篇书讲完之后 我自己写了一段话 我说简单的正确 总比复杂的错误来得重要 何况我们常讲说 小时候快乐是件简单的事 长大后呢 简单是件快乐是 所以透过这个莫基尔 这个漫步华尔基 给大家的三个提醒 市场是随机的 不要随便预测 而透过多样化组合呢 可以降低随机的风险 而市场呢 也是持续不断往上成长的 所以或许 随机漫步的投资法 定期投资 购买指数基金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啦 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 不同的选择 但如果说 我们要去验证的话 最好的方式 可以拿自己一部分的资金呢 来去投资 学习看看 一遍 试了才知道 不是不知道 输得起就好 所以最后 好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快乐 快乐简单 OK 我们下本书再见 拜拜